一对韩国情侣党在三年前来到花莲参加KOM自行车登山王挑战赛 而过程中遇到大雨一度失温 只好跑到派出所求助 没有想到远景处地上热茶毛巾 还搬来电暖器让他们感到无比暖心 虽然时隔多年但是还是难以忘怀 特地寄了感谢信还有泡菜致谢 承诺一定要亲自飞来台湾再访老朋友 寒冷着空气刺骨的雨水连雨衣都挡不住的寒意 韩国情侣骑着自行车被凌晨落汤机一度失温 当他们看到前方有栋房屋时简直像看到希望 满满的郁寒用具统统搬出来 让他们感动到落泪 这对来自韩国的自行车冠军情侣 三年前到花莲参加自行车挑战赛 却遇到大雨浓雾搅局陷入困境 幸好他们正好路过和欢派出所赶紧进入求助 暖心警察们了解状况后二话不说 拿出暖气和热茶让他们取暖 台湾远景在寒冷的天气送上温暖关怀 让情侣深深记在心里 他们最近委托宅配公司送上泡菜礼盒 也和台湾YouTuber合作写下信件 信中写到他们一直惦记着 当时受到警察大哥的帮忙 希望能传达感谢 我们已经忘了这档事 当时看到他们在YouTube上的剪辑短片 我们也很感动也很高兴 受到跨海的感谢让和欢派出所的警察们 十分意外也很感动 台湾人的友善关怀温暖了国际友人 成为最美的国民外交 记得赞显许丽行华联报导